赫龙为节目全明星辩论会黑队的变手 引人注意的是本周节目即将迎来淘汰赛 更邀请到寇乃馨担任飞行评审 而此次辩论的题目为 你最好的两个朋友在一起 有天你发现其中一个人外遇 要不要告诉另一个人 而每集表现都非常好的赫龙 也都获得不少评审与观众的赞赏 在本集自由辩论时 他依旧发挥机关枪式的攻击 并让对手无法反击 不料他却在辩论的过程中 使用了辛龙和刘真当作自己辩论的例子 在评分时直接被陶子杰点名表示 你已经够强了 但还是要保留一点温暖 意外掀起一阵热议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